各位同伴,大家好,我是老鼻梁,欢迎来到民族政线 那么现在围绕着东亚这边局势 我们看到了有一些新的动向 那么在拜登的保台论以后 解放军现在进入到日本海跟俄罗斯军舰会合 那么日本两艘军舰,神通护卫舰也发生了相撞 那每次我发现这个日本只要表现出对中国的敌意 他好像就会出点事 不是地震了,海啸了,河暴了 就是这个哪里出事了 还有一个就是基辛格,台湾问题不能成为美中关系中心 基辛格也来补刀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王毅启程访问南太平洋岛国 那么每日印澳的这个会议在开着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通报一下军事动向 美国总统拜登23日于美日峰会记者会上发声言 如果中国企图武力犯台 美国愿军事介入以保卫台湾 并警告共激老台之举正在玩火 针对拜登保台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随后表示 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并证告美方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拜登总统在访问亚太行程中再打台湾牌 呼吁本月5日 美国国务院官网更新美台关系网页文字 删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美国不支持台独两段文字 且首次将台湾关系法置于美中三项联合公报之前 并加上六项保证 大幅提升美台关系 六项保证与美国均受台湾息息相关 被视为美国战略清晰的关键指标 拜登保台论正从过去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改变美中台关系的政治效应已经发酵中 根据日本防卫省综合幕僚监部 5月23日晚间发布 中共海军两艘054A型护卫舰 530与579由黄海津对马海峡往日本海活动 另一艘俄制现代籍驱逐舰136号 由东海津公布海峡往西太平洋活动 支持美日峰会高度敏感时期 日本又绷紧神经 舰机全程跟踪 以下几点观察分析共参考 首先 查询上述舰船 分别是隶属北部战区海军 驻扎在辽宁大连的第十驱逐舰支队 054A护卫舰 邯郸号 前号579 东部战区海军 驻扎在浙江州山第三驱逐舰支队 054A型护卫舰 驱逐舰号 选号530 以及额制95261 1型驱逐舰 中共称现代级杭州号136 那么其次 经过东间054A型护卫舰 驱逐舰号530 去年2021年11月 曾与052D型驱逐舰 苏州号132 以及956M型驱逐舰 现代级改良型 宁波号139 在东海进行协同训练后 前往西太平洋进行沿海训练 东部战区海军 额制9651型驱逐舰 现代级杭州号136 去年9月 则与驻扎在浙江州山定海第6支队 所属052D型驱逐舰 自驳号156 及052C型驱逐舰 郑州号151 曾在东海 共国海峡至台湾海峡 与那国间水域往返 另北部战区054A型护卫舰 邯郸号579 去年也曾同支队 052D型驱逐舰唐山号122 由黄海往日本海 远训后 借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所属 潘杰列夫海军上将号 大型反潜舰一起南下 基于上述情况 以往中共北部战区 或东部战区海军之作战舰 往日本海进行远海训练者 往返黄海期间 军会派遣海军航空兵 所属运酒反潜侦察机 进行协同演训 本次较为特殊是 网例都是单一战区海军编队 或单舰配合海军航空兵 但此事是中共海军组建 北部战区和东部战区进行 对此针对海域安全维护 不排除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所属舰机进行演训 其次由于东部战区海军 遏制现代级杭州号136 曾为担任东海游汽田巡航任务 依据近年日本自卫队发现 中共海东部战区海军 军会派遣一艘作战舰 在我调渔台附近海域巡航 以及单舰可能进行远海训练之模式 对此高度关注 是否有其他舰载机 这个叫做军舰 与其编组进行远航训练 或预在这个冷战时期 号称航母杀手的现代机驱逐舰 满载排水量为8000多吨 以改装为配备具飞行速度为4马赫 射程约400公里的国产英机12 攻击反舰导弹 或可能有巡航飞弹 判断在西太平洋南下 不排除处置针对美国海军 里根号打击群在菲律宾海部署 那么也就是说 目前解放军 这个北部战区跟东部战区 那么他们这个意思很明确 就是北部战区的海军 跟东部战区的海军 都会在这个面对美日 所以说大家不是说 一个战区的事情 是两个战区联动的事情 那么一个王对马海峡 经过这个对马海峡 进入日本海 一个呢到从供国海域下来 去监视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 那么北部战区两艘 这个054A 一艘054A和东部战区一艘054A 应该是跟俄罗斯的军舰一起 在日本那边搞军事演习 配合一起搞军事演习 那么毕竟美日喜欢把中俄 当作这个共同对手 那中俄也必须要联动起来 对吧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还有 那么 就在这个时候 日本的两艘军舰相撞 那这个事情 也比较蹊跷 当地时间 5月22日下午3045分左右 日本海上自卫队两艘艇 从横须克军港起航的时候 发生相撞事故 其中一艘是神通号护卫舰 弦号第一杠230 隶属于地方配备部队第13护卫队 而另一艘则是 普须号扫雷母舰 前号MST-463 隶属于海上自卫队 扫海队群第一扫海队 媒体引致横须克海岸警卫队的消息称 神通号护卫舰的船手 撞入了横须克普号扫雷舰 船尾右衔的中央 不过没有造成能源上亡 两舰也没有漏油 事故发生后是神通号护卫舰自卫队 主动拨打了118海上事故 紧急联系电话 横须克堪称亚洲最防满的军港 同时驻扎有每日双方数十艘军舰和潜艇 航母两栖攻击舰也是常客 再加上每日停船的习惯不是靠拨码头 而是横七数八的扔在海面上 就像有些不规则的小区乱停车一样 所以这里经常发生海上交通事故 比如2017年10月18日 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 在湘摩湾训练时就曾与日本一艘脱船相撞 而就在最近 横须克军港里又增加了不少新村员 比如刚刚服役的30FFM护卫舰 一号舰最上号和二号舰熊野号 就停在这里 只属于自卫队扫海队群 与这次撞船事故中的主角 普赫号扫了一件是同伴同学 那么也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 日本是高度紧张的 发生这样的碰撞事故 所以我说过 每次日本只要对中国说出一些 忤逆不道的话 对吧 那么说一些逆子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会发生一些 自然灾害 或者是一些事故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 说明有一个魔咒在这个里面 从玄学的角度上来讲 这种事情我个人感觉 对日本来说不是好兆头 日本只要每次赌国运 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都会出现一些事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基辛格 台湾问题不能成为美中关系的中心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 5月24日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 台湾问题不能成为 美中关系之间的谈判中心 他还相信美中之间 避免直接冲突 符合国际间的和平利益 据报道 基辛格23日在瑞士 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 双方需设法避免让台湾问题 成为两国关系的中心点 据报道 基辛格认为 美国不应通过轨迹或巡习渐进的方式 制定两个中国几句方案 并说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 一直保持耐性 日后也会继续这么做 据报道 基辛格也认为 为确保世界总体和平 美中应减少两国之间对抗性关系 所造成的影响 并说此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报道称 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在日本表明 如果台湾发生武装冲突 美国愿启动 军力保卫台湾 白国发言随后澄清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和对台湾承诺不变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 强力不满和经济反对 呼吁任何人都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的对立面 那么基辛格的思维呢 其实是对的 但美国政客不这么做 没错 为什么说台湾一定要成为中美当中的这个中心呢 对不对 你我们就在拿下来台湾 给你美国在日本的这个驻军 韩国的驻军 关岛的驻军 菲律宾的驻军 有没有什么影响 对不对 你无非就是想牵制我们吧 但是我说过 你注意太过于注意台湾的话 会影响的更多 会影响的更多 所以说基辛格呢 他代表的是美国的深层政府 代表的是背后的这个左派势力 那么他讲这个话呢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正确的 非常非常正确的 但是呢 没办法 美国现在缺乏他们那一代的那些战略家 你说以前的 大家想想看 我们仔细想想看 以前的那些战略家眼光都很独特 现在的这些政治家 都他妈只在乎自己集团的利益 自己能他妈捞钱捞够了没有 只在乎眼前的这些东西 在乎政党的利益 党真 没有谁真正就战略眼光 去部署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决策 永远都是这么熟目寸光的 对吧 那 美国其实他要管台湾 他也管不了 他真的管不了 我也说了 北京呢也就不要再等了 直接就开干就开干 对吧 我们这个民族是要复兴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对吧 内部说实话 经济都是下行的 基础之上 对吧 很多人都在做三河大神 都躺平了 那就在外部赶紧转一下矛盾 把矛盾往外部去引 现在社会当中 很多人对政府 这个都有一些 不舒服的地方 我们不能说怨言 也不能说不满 这不舒服的地方 因为很多人他难以理解 动态清零 像我们是能理解的 但是大多数人 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 你说我身边 微信朋友圈 很多人都 都有一些 那个怨言的 对吧 你政府有必要 把这种矛盾 往自己身上搞吗 没有这个必要 台湾就是一个 最好的解决 矛盾的一个点 赶紧就是干一场 对吧 所以说 中国在这里 在做准备 那美国呢 把台湾看得特别重 但是呢 他又不愿意去 明确的说 我要驻军 让台湾独立 就是用台湾来牵制你 他们别的牌可以打 但是呢 你在这里做这些 不友好的动作 所谓印太经济框架 那中国也有自己的动作咯 我们来看一下 王毅 首在马拉 索罗门群岛 王毅 马拉松市 访问太平洋岛国 明晚抵达 霍尼亚拉 索罗门群岛5月23日确认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 本周会到索罗门群岛访问一天 澳洲广国公司称 他会在未来两周到访 至少五个岛国 ABC获得消息称 王毅25日当天晚上 少晚时间抵达索罗门群岛 并在26日与索罗门群岛总理索罗雅瓦雷 及其他高官会面 那么这份协议呢 中所的安全协议也要落地 索罗雅23日发表声明称 王毅一行20年的代表团 会在该国首都霍尼亚拉 待上一天 出席多个高级别会议 接受总理与总督款待 王毅并将与索罗门群岛外长 马内来一同出席记者会 索罗门群岛方面称 王毅到访时 会与该国政府签议一些重要的双边协议 该国政府又称 此次访问是两国关系的里程碑 总统们群岛政府发布的消息中 媒体及事活会举行 正式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 ABC预期 王毅会在29日30日访问斐记 另外23日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然后ABC原营外销消息称 瓦怒阿图 萨摩亚汤家和基里巴斯都是他可能到访的目的地 索加瓦雷发表声明的同一天 澳洲新总理二巴斯和几个核心官员宣誓就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中所已正式签署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此举引发一些国家和美国及澳洲等关注 澳洲新的外长黄英贤23日晚上发布影片称 他很快会访问所罗门群岛 并承诺该国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 与所罗门群岛政府的合作 加成两国在防务和海事方面的合作 那也就是说你澳大利亚对吧 跟你跟美国你日本你表达出来敌视中国这种言论 你澳大利亚的这个新总理也说这些逼话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到这个南太平洋去访问了 到你的后院了 跟五个国家对吧 都建立关系 都签署这样的和这样的这个协议合作 我们就加速的到你们后院来玩 对吧 所以我就说过北京这样做法是对的 我们必须要前出 最好就是建立这些军事基地 把我们兵舰全部都搞到那边去 把这里全都搞成 中国跟美国都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有很多的军舰的对抗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北京一定要有动作 那么如果说台湾作为展示的筹码不动的话 是可以理解的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梁 喜欢点赞讯息给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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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